今天我們會在等一下發布一個行政命令 這行政命令是針對台北市的超市、夜市、地下街、攤販集中場 還有市場 這市場含批發市場、公有零售市場 飲食類的攤商即日起全面改採、外帶或外送 因為飲食還是市民的民生必需 但是我們在攤商的部分 飲食類攤商都要求從今天開始改採、外帶以及外送 那一般餐廳有一般餐廳的方式 但是在我們超市、夜市、地下街、攤販集中場、市場 批發市場、公有零售市場 全部希望他們今天開始就全部採、外帶跟外送 我們也會派員稽查 那另外就是剛剛市長所說的 最近大家很關心就是我們快篩了很多的陽性的民眾 我們都用防疫的巴士送到了我們原來有的集中檢疫所 以及最近徵用的加強版的防疫專責旅館 那這些地方它的場域裡面 它原來是我們的防疫旅館 那防疫旅館原來只有員工 就是一般旅館的員工 那在我們加強版的專責防疫旅館的內部 我們現在會增加醫護人員 第二個所有的醫護人員進駐之外 那它所有的傾銷都是由化學兵來進駐 也就是在這個 大家會擔心說防疫旅館原來的防護 沒有那麼做到那麼好的部分 我們會以化學兵來做傾銷的處理 另外警察也會進入這個加強版的防疫專責旅館 來做值班來確保這邊的安全 所以化學兵跟警銷都會支援這個加強版的防疫旅館 那就這個部分也請在周邊的民眾 以及住在裡面的快篩養性的民眾可以放心 我們昨天有在網路上說國家需要你 結果到現在為止 報名的這個護理人員已經超過1100名了 那我們會打電話通知你 因為這1100名也不是一下就全部上前線 因為還是要找來 還是要經過訓練 經過一定程度才能夠上戰場 所以這個也謝謝大家 在這個國家為難的時候願意出來幫忙你知道嗎 我們還是希望你說 經過訓練以後再上去 從現在開始 所有的醫護人員全部去打疫苗 因為這個你不去打疫苗就好像 你不帶鋼盔要上前線 這相當危險 不是你自己危險 可能因為這樣造成整個院內感染相當危險 所以在醫院工作的人從院長到掃地的歐巴桑 甚至到那個洗衣的工人 全部要打疫苗 不然會造成整個系統的危險 所以過去大家不喜歡打疫苗 現在真的真的為了整個醫療體系 醫院裡面的每一個人 有在醫院裡面工作都要去打疫苗 防禦旅館也是運送 就是說會接觸到這些快災陽性的 接觸到新冠疫苗 有可能接觸到這些都是第一線要去打疫苗 那這也是將來我們那個疫苗進來以後 你知道嗎 台北市政府會對這些該打的 我們用造車的方式 不要說強迫 造車就是你要去打 為什麼 你不打會造成大家的麻煩 我會想你去打那個 你不會看到這個遠手 你會不會看到這個 那你真的沒有看過 我會是家說的 這是日子 我不會看到你